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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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可真大啊 这么大的鱼别跑去外边玩了 乖乖在家里待着 那娘给我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 我今天看到哥哥们在玩什么摄日的游戏 小王哥说他扮的是怡陵老祖 这名号好威风啊 你给我说说怡陵老祖的故事吧 怡陵老祖魏无羡 这名字好多年没听过了 他都死十三年了 啊 死了 你还记得四大家族分别是什么吗 嗯 是云梦江氏 蓝陵金氏 姑苏蓝氏 清河涅氏 聪明 当年怡陵老祖魏无羡作恶多端 四大家族打得头阵 把他的老巢乱葬岗一锅端了 我记得围剿乱葬岗的那天 雨下的也是这样的啊 魏无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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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啊 还是他的师弟小江宗主江城杀了他 要我说啊 杀的好 云梦原先的江宗主 可是把他当亲儿子在养 还收他为大弟子 他倒好 公然叛逃师门 还害得江家几乎满门惨死 简直就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可我倒听说 他是因为修炼邪术 受白鬼反噬而死的 白鬼反噬 下鬼快跑 嗨 那也是他自己走邪魔歪道的路子 这就叫天道好轮回 对了 魏无羡不是会夺舍之术吗 万一他元神复位 夺舍传神 不可能 先门百家进行了白场召魂仪式 都查不出异象 他肯定已经魂飞魄散了 是有恶下 事有恶下 似于非命 仇怨无极 一行有恶下 一世 而是有恶下 至今 近江文学城墨湘童秀原著 猫儿FM出品 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 寻生工作室协作 玄幻广播剧 魔道祖师 第一季 第一期 这是哪儿啊 莫玄宇 你 你是 死疯子 你装什么装 也不想想 你现在住的是谁家的地 吃的是谁家的米 花的是谁家的钱 拿你几个法宝怎么了 本来就该都是我的 这 这 这谁啊 这哪儿啊 还敢去告状 我这是把人多舍 你忘了这家里 现在是谁做主吗 是我娘 你那死鬼娘亲 不过是家奴所生 有什么资格 跟我娘姐妹相撑 你还真敢拿自己 当我表哥了 你 你在地上 图了什么鬼话幅 剑舍法证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算你是个死断秀 也不会才两年 就被那仙门赶回来了 当真以为自己 还是什么仙门家主的儿子呢 不过是那家主跟你死鬼娘亲 明天有贵客在 你把门锁好了 别让他出去丢人现眼 是 这地方 这阵法 我是被献舍回来了 写的什么 末家窗莫玄宇 于年历岁 遭家主毕不欺辱 生不如死 今日在此献祭刑破 回囚厉鬼 提灵老祖为无限附身后 替我报仇险案 岂有此理 除了死状惨了点 上天入地也找不到一个 比我魏无羡 更安良本分的死鬼了吧 怎么就成厉鬼邪神了 按献舍尽数的规矩 上了他的身 我不帮他报仇 还会元神俱灭 永不超生 真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呀 既然要报仇 是要抄家呢 还是灭门呢 看这样子 多半是灭门了 找错人了呀 罢了罢了 赶紧找点吃的去 还真锁门了 我还好的 那个死疯子又出来了 快走快走 被他传染声疯病就不好了 疯子 正好 阿丁 这些茶点我帮你端着吧 可别累坏了你 就你会欢迎巧语 这是给我要送吃的吧 谢谢谢谢 你这疯子干嘛呢 这茶点是要送去给鲜文使者的 好吃好吃 谁训练出来的 什么鲜文使者 你来接我的吗 你想得美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们是来帮忙打走尸的 行了 别跟他废话了 夫人正在东院忙着招呼呢 我们得赶紧把茶点送过去 我也去 我也去 你这死疯子找打着吧 我 阿丁 干什么呀你 你以为你在作戒谁呢 东院是吗 既然都把我这个厉鬼请来了 不闹上一闹 岂不是堕我威名 我家庄后山最近走势为患 我们诸事不变 承蒙兰小心尸远道而来出手相助 莫家庄上下都感激不尽呢 莫夫人客气了 说起来 我们家中有个小辈 也是个曾有先缘的 有先缘的 那可不就是我吗 换我做谁 锦衣 四追 这个人的脸 涂得好像吊丝鬼 没想到来的是 姑苏兰氏的弟子 瞧瞧这一身装扮 看起来披麻戴笑似的 还有头上这某鹅 兰家这穿着 真是十年如一日的没意思 谁把这疯子放出来的 把他弄回去了 是是是 夫人莫生气啊 我这就派人把他带出去 你个死疯子 再不回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要我回去也行 你将莫子渊 先把偷了我的东西还回来 你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偷过你的东西 我还用这招偷你的东西 对对对 你没偷你是抢 你这箭筑 你今天是存心来这里闹事的 是不是 他偷抢我的东西我来讨回 这也叫闹事吗 你还可以胡说八道 你们看 他光天化日 还当着你们的面 就敢对我动手了 还有我身上这些伤 都是他平日里踢打出来的 这 蓝小仙师可千万别误会 没有什么偷强 自家人和自家人 不过是进来看看罢了 啊 还有这种说法 哎 玄宇 阿元是你表弟 拿你几样东西又怎么了啊 为人兄长难道别这般小气 又不是不还你 那你让他还啊 哎 说起来啊 他不光不该偷我的东西 更不该夜半三经去偷 哎 谁不知道 本公子可是喜欢男人的 他不知道害丧 我还知道刮天理下呢 哎呀 哎 这是不要脸哪 哎呀 可是你表弟啊 他明知道自己是我表弟 还不避嫌 究竟是谁更不要脸 自己不要就算了 可别坏了我的清白 我还是要找个好男人的 你胡说八道 哎 哎 都看见了吧 都看见了吧 偷动下还打人 丧尽天良了 你这死不得给我闭嘴 哎 哎 哎 紫园公子 有话好说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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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脑子有些不太好使 这沐家庄人人都知道 他是个疯子 常说些怪话不能当真的 谢氏千万别 谁说我的话不能当真 谁今后再偷我的东西 试一下 偷一次我砍他一只手 娘 这疯子在人前这么污蔑我 你可不能轻易饶过他 你说过的 你说他不过就是个没出息到把自己亲娘都祈死的野种 你闭嘴 有什么话不能回去再说 莫玄宇 你这疯子 今晚死定了 那你来呀 莫夫人 莫老爷 你们的家事我等不便参与 只是走失之事 很是迫切 今晚 我们就会布阵清除 但请千万记住 所有人报完以后紧闭门户 不要再出来走动 更不要靠近西远 是 是 是 把棋子插好 不可遗漏 这边 好 我还当兰家的小孩布什么阵 一定要仔细 西院这插的 那边检查过了吗 不就是我以前做出来召唤斜碎的照音棋吗 其南帮固执好了 看来玄门百家虽然对我喊打喊杀的 到这边来 对我造的东西倒是照用不误哈 有意思 有意思 莫公子 快回去吧 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这面棋我要了 你捣什么乱 这不是你该拿的东西 这面照音棋文士画法正确 咒文有个缺 只用应当不会有差池 好好拿回来就是 何必跟他计较 私追 我又没真打他 你看看他 他把这棋阵弄得一团糟 还你还你 一面破棋子有什么了不起 我画得比你们好多了 切 莫公子 天快黑了 这边马上要抓走失了 夜里危险 你还是快回屋里去吧 好了好了 我回去了 真小气 一面棋子也不肯借给我玩 哼 快走吧你 这叫私追的小少年 倒是个好苗子 不知道姑苏蓝氏那种古板扎堆的地方 是谁能带出这样的后背 蓝氏那些小辈画其经验尚浅 只能引来方圆无里以内的邪碎 不过 只是拿来清除附近的走失 应该够用了 快点 走 谁抓走 哎 哎呀 哎呀放手 放手 放手了 都进大堂了 难难受受不侵的 不要拉拉扯扯的回我清玉 哎 你这疯的还真不要脸啊 哼 不愿的回王上 哎呀 夫人 我们把人带来了 哎哟 你这死疯子 还我儿面来 啊 莫夫人 新兰娜 你拉我做什么 我要给我儿报仇 哎 你儿子死了 跟我要什么关系 莫夫人 令狼尸体这副形状 血肉精气都被稀释殆尽 分明是为邪碎所杀 应该不会是他做的 你们知道什么 啊 这疯子的爹就是修仙的 他肯定也学会不少邪术 这 这 夫人并无证据呀 证据就在我儿子身上 你们自己看 左臂没了 你们今天也都听到了吗 这疯子他说过什么话 他说 若是阿渊再碰他的东西 他就把阿渊的手臂砍下来 是不是啊 老爷 你怎么不说话呀 阿姨 我们的儿子被人害死了 你还想木头人要处着 莫子元他怀里有东西 你们看 赵茵琪 他身上带着赵茵琪 怪不得 西院用来召唤走势的赵茵琪缺了一面 原来是被他拿走了 正是因为如此 才召来了不明的邪碎 污了性命 要不是你昨天当着那么多人的名 撒破污蔑他 他会扮演三更出去吗 都是你这接受害的 夫人请节哀 令狼之死我们确实有疏忽 还有你们这去没用的东西 修什么鞋出什么鞋 连个破裙子都看不好 害死我儿子啊 废物 都是废物 夫人 我也是 原来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啊 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恶骂还不还口 也就蓝家那憋屈的破寒养了 真是看不下去了 我呸 你以为你在骂谁呢 人家千里迢迢过来降妖除魔 分文不娶 倒还欠你的了 你儿贵庚 今年十七该有了吗 还是个孩子吗 昨日再三叮嘱 不要动阵内任何东西 不要靠近西院 你儿半夜出门偷鸡摸狗 怪我 怪他们 你 你们害了我儿 还在这儿胡言乱语 我要你们好看 喂 你怎么还一声不吭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侵入我 娘 你 你居然还敢还手 你给我滚出去 夫人 老爷定是伤心过度才这般 我这就扶老爷出去 没有的东西 滚 都给我滚 可怜我的阿月啊 怎么就没了 什么了 杀筒 快出去看看 可是 黄老爷 받고我自己最爱 servicio 这怎么回事 走是不是清除干净了 难道 还有别的邪物在作祟 老爷 夫人 你怎么了 我看看 她没事 只是受惊过度晕厥了 先把夫人扶进屋吧 是 死追 你过来看 莫老爷的作手也不见了 阿童 你有没有看到 是什么东西害死莫老爷的 看来是瞎坏了 来 帮忙把他也扶进屋吧 是 师兄 景仪 这事不简单呀 得赶紧把信号发出去 好 万一这附近要是没有能前来支援的前辈 现在该怎么办 连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走还是少 邪罪已至 若我们走了 恐怕剩下的莫家人难逃此劫 收 等人来 咱们先进去看看是否有其他线索 好 门家的小孩已经发了信号 不久应该就会有人赶到 万一来个跟我打过交道的就不妙了 得赶紧走 可这献舍尽数的诅咒 阿童你醒啦 你抢自己脖子做什么 学道没用 快来扳开他的手 你醒了 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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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人地站好 不要乱跑 锦衣 快 明火扶 好 手 手 阿童都做了手 他的左手也消失了 又是左手 左手 是了 还有莫夫人 果真如此 你这傻瓜 真是我还笑得出来 不是 不是 你快来看这俩尸体 看什么呢 你不要闹了 我跟你说 这不是他们 你胡扯什么 锦衣 你说这不是他们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 不是莫子渊的爹 那个 便不是阿童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手啊 手啊 阿童和莫老爷 又不是左撇子 他们打我 从来都是用右手 这我还是知道的 这 你自豪个什么劲儿 看蛮你得意的 是啊 阿童掐死自己用的是左手 而莫老爷当时推到莫夫人时 用的也是左手 可平时他们明明都惯用右手 总不至于这两个人在临死之前 都突然变成了左撇子 问题肯定出在左手上 莫子渊的尸身也是失去了左手 你们看 莫夫人的左手怎么这么大 这哪儿像个女人的手啊 快拉住莫夫人 是 你们做什么 快放开夫人 莫夫人 得罪了 莫夫人 夫人 怎么会这样 你们对夫人做了什么 死闭小心 糟了 夫人 夫人 你又怎么烧起来了 夫人 死疯子 你踢我干什么 你想害死我呀 不是我踢的 要不是我踢你过去帮忙挡一下 基因 你没事吧 你的死锥已经死了 没事了 他抓到的是衣服 上面绣的咒术真言 正好克制了他 他在这儿受在你啊 多伤 安静 留在原地 不要慌 越是嘲嚷 就越容易引护上身 靠来 这只鬼手就是被赵英奇 召过来的邪物 主人被分尸而死 被吃剪下来的肢体尸块 找不到原体 就会想办法 寄生在活人身上 直到找其他 尸体的其他部分被绳 莫家三口和阿猴 就是被当作了寄生容器 他在找下一个寄生容器了 快 我们都拿出身上的符传试一试 看能否将在邪随镇压 是 不行 符传不管用 对了 弟子符 我们弟子符上 有众术真言 快 都把弟子符脱了 罩住这只鬼手 是 弟子符确实有用 弟子符只能暂时制住这鬼手的行动 等衣服烧完 就无计可施了 去 拔剑 挟阵 不行 他们怕是对付不了 还是得帮他们一把 若是这里有凶师斜碎可遇 老爷 别 少爷 漫長,兇獅斜碎 這裡不就有嗎? 而且,有三具 還不行 認得那邊那隻鬼獸 撕了它 這是 墓家那三口人的屍體化成了兇獅了 完了完了,接下來又多了三個大麻煩 立鬼灰魂? 快讓開,他們不是要對付我們 好像是要對付鬼手 墓家三口被鬼手害死 難怪灰魂後會與之相鬥 可為何會有立鬼灰魂?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兇獅相鬥的場面 好嚇人啊 他們,他們應該能支付鬼手吧 不好,他們招架不住了 三具剛剛恨死的兇獅聯手 竟然也無法壓制住這隻鬼手 怕是還得握出手 只是 是 是韓國軍來了 是韓國軍來了 真是韓國軍來了 是韓國軍來了 難戰 是韓國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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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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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斜越好就怕不够斜 Zither Harp 莫玄鱼 我要打断你的腿 Zither Harp 她舅舅是我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就此别过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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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